那个新竹市 有没有,它会被放在宜栏里面 然后 嘉义放在栏头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避免 所以其实主要的原因 我后来我自己想出来 大家如果你有更简单的方法 你发现你可以再告诉我 OK,我自己想到说 不行,那如果刚刚的逻辑 刚刚逻辑是判断B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同一列的B栏是空的 那我就把它当成是 前面的资料就是它县市的开头 那以后底下就复制这个名称就好了 但是发现这个规则又不一样 所以呢,变成说 它有一种可能性是 它是县市 但是它旁边却没有这个东西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变成要想另外一个方式来判断 所以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它如果是县市名称的话 那它尾巴这个字 应该有一个共通 就是都是市 要不然就是县 有没有,宜然县 顶多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 好像一个是有一个岛吧 OK,底下的话就是 要不然就是县,要不然就是市 这边有一个南海珠岛 所以只会有三种 还好只有三种 如果更多种 那我觉得这个逻辑就行不通了 所以第一个 我就是可以在这个回圈上面 再增加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呢 先把它右边这个字抓过来 那其实你可以写一个X 所以我这边其实在云端上有这个程式嘛 你们可以在第十二页的地方找到 就是说呢 我可以在原来的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就是判断它右边那个字 是不是刚刚提到的那三个字 里面其中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也就是说呢 在原来这个逻辑判断的上面 再加一个逻辑 那这个逻辑的话就是说 帮我取用right 取那个 Sales IDA 栏的第一个字 右边啦 右边第一个字 那如果它的字是现 或者是是 或者是导 反正这其中一个为true的时候 再去判断第二个 所以哦 特别是原来这个逻辑 这两行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它不能在同一阶啦 如果你在同一阶看起来有点混乱 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会再加一个if 然后把原来下面那个if 按一个tape键 为什么要tape键 因为它就变成它的下一阶 就是先判断上面的 再判断下面的哦 也就是说 第一个啦 你先判断什么 先判断说它是不是 刚刚提到的这三个 就是说 限制导 对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在判断什么 判断说它这个 右边有没有资料 所以呢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哦 如果它里面没资料 就是它必然是空的 那一样做刚刚的动作 就是把它抠过来 可是反之哦 所以这边等于需要再多一个逻辑判 else else作者 一样啦 我的习惯是 有反之 然后一样要做一个end if OK end if 这样子 可能要特别小心哦 这个逻辑 这个架构哦 虽然说你 你刚刚那个缩牌如果不缩 其实程式跑还是不会错 但是你将来看程式 会很容易出错 如果你假设你有缩牌的话就很清楚 有没有 这样的结构 有没有 有if 就会有else 就会end if 如果假设你没有缩牌 你会不会跟外面这个混在一起 那这个的话呢 有没有 它本身又是 这个是 如果 那反就是 如果true的时候做这个 反之做这个 结束 这样的话呢 你逻辑就比较不容易写错啦 最怕就是说 你那个逻辑里面有逻辑 然后 哪一个是哪一个的 头哪一个尾 搞不清楚 混在一起 我跟你讲 你自己看不懂 别人更看不懂 所以建议啦 这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其实大部分 就会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 逻辑判断里面 还有逻辑判断 那可能还有逻辑判断里面 还有逻辑判断 那你建议啦 一定要缩牌 那当然啦 如果你假设是写python的话 python一定要缩 因为python 缩牌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那VBA他如果没缩牌 程式也会跑啦 不过我是建议你要缩牌 好 那就是多增加这一个 然后呢 把这个原来的if 这两行按tap键 缩到里面 然后并且 也帮他加个else 那else的话 主要是要满足什么 满足就是如果今天 我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该怎么办 OK 那假如啦 你今天实在是不会写 这样 其实主要应该是什么 反正就是把这两个 call到底下 所以哦 其实主要可以拿这个来复制 为什么 因为一样 我希望把这三行复制过来 然后按个tap键 然后呢 在前面再补一个 OK 补什么 补那个低栏的资料 如果你 你说老师我现在有点不太懂 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中断点 你大概就知道怎么写了 OK 那我们来跑跑看 这个资料我先把它删掉 那 如果呢 你假如写在这里 執行一下 比如说已经跑到这边来了 OK 跑到 对 钓鱼台 那再来就是新竹了 有没有 他就会停在这里了 那停在这里之后的话 你可以发现 针对这个新竹怎么跑 那我们iV8好了 如果他原来的跑法是这样 跑这个 有没有 新竹然后游地区号 然后再加1 就是换到下一列 这应该没有错 可是你会发现 烧什么 就少这个嘛 那少这个怎么办 补一下就好了 可是怎么补 怎么补 就是 当然理论上是需要放新竹市 新竹市在哪里 新竹市就这个嘛 所以其实 就是这个 然后呢 这个除旋格什么 那不就把这个 所以其实很简单 直接就把这一行 复制到上面去 然后就按一个Tab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D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新竹市 也是县市名称 新竹市也是行政区的名称 然后再游地区 OK 所以等于是 Sales ID的A栏 复制两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 那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箭头往上拉 让它back 倒车 跑跑看 OK 然后按058 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刚刚已经跑了K加1 不过那怎么办 其实交给我一个方法 你 如果你假设 当然你可以停止重跑 应该是OK的 可是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不想停止重跑 有没有什么方式 其实这个又是自己 我自己个人习惯 不然的话 你如果不想重跑的话 你可以什么 即时运算式窗 减4里面有个机制 你可以把K K什么 把它减回去 K等于K减1 因为刚刚有加1的嘛 我希望把它减回去 好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K的值 就会恢复到63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那一样 我可以把它再 让它倒车一下 倒车一下 那K里面就63 我让它跑跑看 63 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假如 你跑到这边 你希望让它这个变数 又回 因为我刚刚 已经有执行这一行 所以它加了1 那如果你想要 让它恢复的话 有个方法 减4里面 即时运算式窗 这又是一招啦 OK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东西 通通跑完 那其他应该就OK的 所以把中段点拿掉 然后并且让它全部执行 OK 那再看 其实关键就是在 在新竹 跟嘉义 嘉义的话在南投 的最下面 看一下 南投 刚刚是也会是列在南投 现在正常了 OK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呢 你们在 这个资料里面 就是台南可能要再补一下 因为它没有703嘛 所以 你可以再把原来702 Ctrl C 然后呢 并且在这边把它贴上 然后贴上的话呢 让它往下移动就可以了 就是大概再补一个啦 或者用插入的方式吧 插入复制的储存格 OK 然后让它往下移 复制完之后再贴 贴的时候直接用插入的方式 然后底下的往下移 然后把这边改成703 然后这边改成C区 可是有没有办法 把它写到程式里面 应该也是可以啦 不过这个可能自己就再想想看好了 OK C区 那我们就OK了 C区也就正常了 那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会希望怎么样 再补上面的栏位名称 OK 那这个栏位名称 你可以用Range表示啦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再补上那个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完成的12页这边 就是这三个 那当然理论上可以分成三行 不过 如果假设啦 你觉得分三行有点太冗长 你可以在Range跟Range中间 加个冒号 那表示说我的下一行 其实就是后面 就是等于是 那你按Enter也可以啦 只是说我不想让程式跑太多行 那你可以终于加一个冒号 表示它 那后面的话就下一个储存格 的表示方法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 我如果这个跑完了 好不要全部跑完了 然后 最后还需要做一件事 你想说老师那我希望把游地区号 放到前面 那要怎么怎么办 当然你可以按右键 减下 然后再到这边怎么办 选择插入减下的储存 应该是这个吧 选这个 把它减下 然后这边的话把它贴上 对 这样OK 可是如果说这个动作 你希望在VBA里面完成的话 其实你这个地方你可能就需要 再多学一个物件 就是蓝的物件叫column ,C-O-L-U-M-N-S 这个column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的哪一蓝 那如果哪一蓝的话 你可以这样 F冒号F 指的是这一重蓝 OK 然后如果你要减下的话就点cut cut的话就跟我们刚刚一样 选了之后减下 然后如果你假设要把它贴到前面去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记得就insert 所以一样的方式就是把这一个 插入到哪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就是什么 我拿这个复制好了 我要插入到d的话 那就是d到d冒号d 哪一蓝 ok d冒号d 然后呢怎样 点 后面的话记得就插入的话就是insert insert insert 其实键盘上也有这个按键inser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段在这边好了 比如我把它跑一下 ok cut cut 其实就有点像选举说减下 那insert的话呢 按F8 就是 插入那个减下的那一蓝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邮递区号 他就由f 有没有 变到d 然后后面这两蓝就会 向右被挤过去了 ok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这两个 这两行现在还蛮重要的 colons 物件 如果你会用的话 那以后蓝的变化就蛮简单的 那你想说老师那列怎么办 其实也一样啦 把colons改成Rows Rows ok 那其实就到底差不多 也可以移动你的列 其实方法都差不多 那我刚刚写的程式嘛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2页 cut在这里 这两个我一样把它用那个 这个加一个mark好了 ok 所以这两个 请各位也许 最好是自己打啦 如果你打得比较慢的同学 或你打错 那你也许就是再拿这个复制好了 ok 试一下喔